古色古香的三合院建築 是新竹竹北的六家林氏古厕群 也是北台湾最大的古聚落 但如果在这曾经记录 这座城市的历史旁边盖铲学大楼 合适吗 杨明教导校方原本要提供土地 给电子业盖大楼 引发失声反弹 在网路上发起连数 教授口中的4.3公顷聚落 现在是竹北六家校区 但这块土地不是一般校地 前身是林氏家族六家老屋群 是个面积4.3公顷 超过260年的文化资产 所以他当他一个电子大楼 刚才那边的时候 他其实是破坏了一整个历史的关系 当年林家说服家族 把土地让给县府征收 用低价20万的价格给县府 管理权在交大 没想到现在交大 却要将土地让给电子业 师生相当不满 也让今年鲜少露面 让出土地的林家人 新竹县前县长林光华 他出现在镜头前 林光华中批校长带头炒地皮 产学合作计划喊咖 客家文化资产还在原本被遗忘的古建筑 也再次唤醒地方封城已久的记忆 下期我们的张华一红是韩新竹采访报道